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上一次呢 开始了直面恐惧这个系列 那么讲完了第一讲之后呢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那对恐惧已经大家都知道 要怎么信靠主啊 要怎么样 那么抓住神的应许 那么今天还有东西可以讲吗 其实还有很多 那么今天呢就是讲这个系列的第二讲 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祷告 求主来预备我们听到的心 慈爱的圣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的话语是历久长新 谢谢你的话语在针对任何时代 发生的任何事情 你都会鼓励安慰我们 因为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有福气 能够来聆听你的话语 我们恳求你的圣灵 亲自来做我们的老师 教导我们 使我们的生命成长的 合乎你的喜悦 我们讲以下的时间 恭敬的交上 诚心的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们 新冠疫情呢 从2019年的开始 所以叫做COVID-19 那最开始的时候 疫情呢 确实是给我们的身体和心灵呢 都带来有影响啊 身体方面会怎么样 开头的死亡率啊 好像确实蛮高的 哇 人会死啊 然后我们心里面会感到害怕 然后每天呢 看到这个官方啊 爆出来的 有多少人被感染的这个数字啊 就已经可以谈虎色变了 是吧 坐在家中 安稳坐在家中 只是看着这个数字 往上的攀升啊 就已经可以谈虎色变 但是如今呢 生活工作呢 都基本恢复了 正常 孩子们也都正常 一连五天都去上学了啊 那身体上的威胁 我们基本上感觉也没有什么了 大概当中我们有种过的 也都都恢复了 就像感冒这样子啊 但是心理上的阴影呢 心理上的阴影呢 好像还是有一点点 阴魂不散 会不会啊 好像还是觉得说 有点什么东西 跟之前没有疫情的时候 还是有点不一样 但也说不出来是 哪里感觉不一样 反正就觉得不一样 我相信可能这次 这个新冠疫情啊 是我们人生第一次呢 经历瘟疫 也许你有经历过两次 有没有人当中 经历过两次的 仨在小范围 小范围 好像没有波及到全世界 但是这一次呢 这个pandemic呢 应该是 大概是我们在世的人生 是经历第一次的瘟疫 那么圣经对瘟疫 说什么 圣经对瘟疫 我们可以从瘟疫当中 看出什么 我们又如何去除去 这个恐惧的心呢 我们先来看一段圣经啊 诗篇九十一篇的 一到六节 住在至高者 隐秘处的 必住在全能者的阴下 我要论到耶和华说 他是我的避难所 是我的山寨 是我的神 是我所依靠的 他必救你脱离 捕鸟人的网罗 和毒害的瘟疫 他必用自己的灵毛 遮蔽你 你要投靠在他翅膀底下 他的诚实 是大小的盾牌 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 或是白日飞的剑 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 或是五间灭人的毒病 诗篇九十和九十一篇呢 在犹太的这个观念当中 犹太教的拉比呢 是公然认为呢 这是摩西的诗篇 我们常常一讲诗篇 就是大卫的诗篇 其实在诗篇当中呢 有许多也不是大卫写的 这两篇呢 九十跟九十一呢 就是摩西的诗篇 也是属于最古老的两篇的诗篇 那刚才呢 我们读的只是短短的 六节的圣经 在六节的圣经当中呢 就两次提到瘟疫 是吧 还有一次呢 提到灭人的毒病 显然呢 在古老的时代 就已经有瘟疫出现 而且那个时候 大家对这个瘟疫 已经会感到恐惧 所以叫它什么 叫它是毒害的瘟疫 是黑夜的惊骇 是灭人的毒病 那圣经记载了 有哪些的瘟疫呢 我们可以从这些疫情当中 是看出什么呢 我们首先来看看 圣经中的瘟疫 圣经中旧约圣经 明确对瘟疫做记载呢 是有四次之多 有四次 那第一次呢 是记载在这个 出埃及记的九章一到四节 这里呢 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所经历的十灾之一 十灾 那么神呢 使这个因为法老王的心会刚硬 法老王的心刚硬 不肯让以色列民呢 出去 所以呢 就用瘟疫来击打埃及的牲畜 可是呢 以色列人的牲畜呢 是得到保全的 是得到保全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发现 瘟疫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从埃及之地啊 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 而且那个时候是从牲畜 从动物才开始 第二次呢 是在民数纪 民数纪的时候呢 是摩西派十二个支派的探子 去窥探迦南地 那么结果呢 十二个回来之后 只有两个啊 是报喜讯的 有十个呢 是报恶性的 结果这十个怎么样啊 遭瘟疫而死 而且呢 当时候很多人都在传这个恶性 那最后是怎么样啊 散布 第三十七节 散布谣言的人都遭受瘟疫 死在耶和华面前 哎 我们现在发现瘟疫怎样 升级了 从牲畜过渡到人的身上了 那么第二 第三次了 第三次呢 是可拉党的人背叛摩西 就遭到神的惩罚 那当时候以色列民呢 还不知警惕啊 还效仿可拉 控告摩西杀人啊 结果呢 就遭到神呢 是用瘟疫呢 来惩罚了 那这次的 这个疫情是蛮严重啊 有一个具体的数字 说遭瘟疫死的共有一万四千七百人 一万四千七百人 然后呢 是大祭司亚伦为他们祈求 结果怎样 瘟疫止住了 瘟疫止住了 我们发现啊 这个死的人真的是很不少啊 而且呢 最后的止息呢 也不是靠药物 也不是靠疫苗 是靠祈求认罪悔改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四次啊 第四次呢 是有分两段啊 是在民宿记啊 民宿记这个地方呢 他首先就是提到呢 说以色列人犯罪 以色列人犯罪 士庭 住在士庭这个地方 百姓呢 跟摩亚的女子行淫啊 而且还带他们呢 去一起去拜偶像 哇 这是大罪啊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耶和华的怒气就开始发作了 发作怎么样呢 跟以色列人进入帐篷 刺穿 刺穿二人 就是以色列人和那女子的杜甫 这样以色列人遭受的瘟疫就停止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发现 瘟疫再次的升级 以前是什么 一万四千七百人 现在是两万四千人 两万四千人 以色列人因数十八难的计谋啊 给他搞这个 这个美女记啊 然后跟外邦的女子呢 行淫拜偶像 以瘟疫 刑罚以色列人 那旧约当中还有没有其他地方 记载这个瘟疫呢 有 但是呢 没有具体的事件 时间和地点 其他的地方 谈到瘟疫呢 都是预言 说神会刑罚 悖逆的以色列人 刑罚各国的国民 新约的预言呢 新约当中也有提到这个瘟疫啊 启示录的第六章这里 他说羔羊揭开第四个印的时候 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 你来 我就观看 看见一匹灰色马 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 阴间也随着他 有权柄赐给他们 可以用刀剑 饥荒 瘟疫 野兽 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结果我们看到什么呢 瘟疫是自古以来呢 都存在在人类历史上 从圣经的记载来看呢 瘟疫和人的犯罪是相关的 人的犯罪相关 那你说 四次的瘟疫嘛 三次跟以色列人犯罪相关 那第一次呢 是发生在牲畜的身上 那是谁犯罪啊 以色列人没有犯罪 他只是要求说 哎我想出去 我不要在这个为奴之家了 那他有犯什么罪 对当时他没有犯罪 可是法老背逆神的心意 法老不愿意放他们走 一个人的心意 结果怎样啊 带下了毁灭 那后来这个实灾 也是一路一路的升级 其实上帝啊 造天地万物啊 原本都是美好的 但是人的犯罪和悖逆呢 造成一时的爽快 后续呢 就很多很多的痛苦 无论是发怨言啊 无论是跟这个 摩亚的女子行营啊 拜偶像啊 一时的爽快 后续许许多多的痛苦 一个人的犯罪 是可以影响到其他的人 摩西警告不听 后来瘟疫呢 就是发生在这个法老的 全国各地 国民国土蒙受极大的损失 所以这一点给我们一个什么提醒呢 大家觉得有什么提醒 在我们的瘟疫当中 如果我们希望瘟疫止息啊 真的要迫切的啊 认罪祷告 我们不是说我自己有没有犯罪啊 你可能是说我没犯罪啊 我这个疫情的时候啊 我还坚持往上崇拜啊 我还怎么怎么样啊 我还传福音 不是你啊 我们人在神的面前是一个集体 不是分成单独的个体 我们的救恩是单独的个体 但是在犯罪的时候 只要有一点罪就怎样啊 整个的集体在神的面前 就是一个污秽 所以我们是要迫切的 为我们全地得罪神而祷告 祈求代求认罪悔改 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瘟疫下面的恐惧啊 瘟疫如同什么呢 瘟疫如同什么 诗篇九十一篇呢 是用非常形象的比喻啊 他说瘟疫呢 如网罗啊 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 瘟疫呢 如黑夜的惊骇啊 黑夜行的瘟疫 为什么说黑夜啊 好像在你不知不觉当中 就已经被染到了 就已经惹祸上身了啊 这样子 还有什么 如白日飞的剑 五间灭人的毒病 本来都是一个光亮场明的时候 但是当瘟疫发生的时候 哪怕是光亮毫无遁形的时候 你觉得你的防御措施都已经做得很充足了 没什么好怕的时候 然后竟然怎样 也中招 也会发生 瘟疫如毒蛇猛兽 狮子和蛊蛇 哨状狮子和大蛇 这个在当时都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东西 这瘟疫下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形容 瘟疫带来很多的恐惧 有精骇 有扑倒 有糟报 有灾祸 但是呢 如果按我们现在来分呢 我觉得恐惧会分为两种啊 刚才我说我们的恐惧有分身体和心灵 那其实呢 事实上我们也可以分两种 就是是理性和感性 理性和感性 我们各位弟兄姐妹 现在对这个疫情的感受是如何呢 感受如何呢 也许理性上我们都会懂得会分析啊 说哎 理性上应该没什么好怕的啊 那么封城那个时候应对疫情嘛 那我们那个时候都是巴不得可以早日解封啊 可以这个重获自由 可是现在解封已经发生有六个月了 是吧 从去年十二月开始解封 到现在已经六月份了嘛 半年了 你想要的自由你也来了 以前大家都不能出去剪头发啊 害得很多这个做太太的都要被迫啊 提刀上阵啊 当然这个局限也就是自己家老公和儿子的那点头顶的一亩三分地啊 好不好就差了这样子啊 但是现在自由来了 你也可以自由出去了 请问你的生活是不是完全恢复正常 你是否心里面还是有一点点怕怕的 那么你问一问你自己 你的这个怕怕的是理性的恐惧呢 还是感性的恐惧 其实呢 恐惧的这个感受啊 这个感性的这个恐惧啊 是最容易被魔鬼利用的地方 魔鬼最擅长的是什么呢 我们都觉得说 魔鬼谎言之父 无中生有 其实魔鬼最擅长的 也是最容易迷惑人心的 就是他会用一点点的事实 然后用这一点事实 他不是完全没有事实根据啊 不是完全毫无事实根据 他有 他有一部分的事实根据 然后根据这一点的事实根据呢 弄虚作假 蛊惑人心 将理性的恐惧 给你跨大 给你歪曲 那最后呢 变成一种非常感性的一种恐惧 让你害怕什么呢 害怕一些原本不存在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次的疫情呢 让我们有生以来啊 全世界各地普遍都经历过恐惧之后呢 那现在稍微平息的时候啊 不要就这样子 茫茫然地继续往前走 我觉得我们现在啊 在这个有一点喘息的时候 未来怎么样我不知道啊 是不是会再有下一次的封城 我们都打一个问号 有些人说不会啦 再也不会啦 经济受那么大的损失啊 政府不允许封城啦 怎么 这个谁知道未来呢 是吧 我也不敢这样子去说 未来如何 但是在目前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喘息的时候 在这个喘息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应该回头思考一下 经历过疫情的这些功课 我们要想一想 现在我的这个恐惧 是理性的恐惧呢 还是感性的恐惧 从过往做思考 做学习 那我们就是站在历史今天的这个点 看昨天 今天看昨天 为的是什么呢 为的是怎么样去走明天 走明天 我们现在已经是进入末世了 像今天我们选的这首诗歌 种种的迹象 天空的异象 都已经显明 主必快来了 主要来的日子 是越来越太平呢 还是越来越不太平 当然是越来越不太平 是不是 那地震 灾荒 战争会越来越的厉害 越来越升级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在喘息的这一刻 我渴望弟兄姐妹 能够回顾过往 学习今天 装备自己 面对明天 所以我们要思考一下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除去恐惧之心呢 如果你是单纯 依靠环境 你就是指望啊 天天那个感染的数字下降 你就是指望这个环境啊 给你提供一个比较安全的 这个什么疫苗也好了 什么特效药也好了 或者是封城的措施啊 或者是普通的Mars都不行啊 N95啊 或者怎么样 你如果依靠这些的话 你的这个恐惧是永无宁日的 永无宁日的 因为环境并不是常常如我所愿的 对吧 那么如果在恐惧的当中 如果再有恐惧发生的话 怎么办呢 我觉得我们要从我们自己入手 从我们自己先要刚强壮胆 能够在末世 打好这场精兵之仗 那我们怎么样去 从我们个人来调整 我们自己来预备 面对恐惧 出去恐惧之心呢 第一点啊 我觉得要从我们的思想来入手 思想入手 刚才我们说过魔鬼最容易利用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我们的感性的恐惧上进行扭曲 进行夸大这样子 我们觉得感性感性就是跟我们的感觉相关了 跟我们的feeling相关了 其实呢 这个feeling的根源在哪里呢 根源是在头脑 根源是在我们的思想方面 所以我们第一步呢 是要从思想入手啊 在这个辅导学当中的其中有一个呢 非常这个有效的啊 也是很popular的 就是叫做cognitive reconstruction 就是从我们的头脑重新布局 重新这个框架结构做调整 你这里做了调整 你的感受相对就会改变 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中国人会说什么 情人眼中出西石啊 他不是真的是西石 那为什么你感觉到 当你爱上他的时候 他就是世界上最帅的小伙子啊 他就是世界上最美的那位美女 为什么呢 这里的思想有改变 因为你爱他嘛 然后你再看这个东西的时候 就不一样了吧 所以这个情绪情感 其实跟头脑相似 那我们的头脑思想要怎么改变呢 诗篇这个91篇的第一节这里 他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 必住在全能者的音下 各位弟兄姐妹 面对恐惧除去恐惧之心的 第一步是什么呢 思想入手 思想要住在至高者隐秘处 住在全能者的音下 这个住在原文当中 不是仅仅说坐下来 把它安顿在哪里 坐在那里 你就定在那里 别动 不是这个坐的 除了有坐下安置 还有居住的意思 居住是什么 跟他过日子 跟他过生活 吃喝拉撒 什么言行举止 衣食住行 都跟他搅在一起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很俗语 结婚是什么 结婚就是搅在一个锅里 在一个锅里搅出息和丑 没饭吃的时候喝稀饭 有饭吃的时候吃干饭 一个锅里搅出息筹 这个就是居住在一起 生活在一起 有嫁娶的意思 我们去年有讲这个 尼西米记和以色拉记 里面说这个 以色列人和外邦的女子 怎么样 结婚了 娶外邦女子为妻 那个娶啊 那个字哦 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 住这个字啊 大家有想过吗 所以也就是说什么呢 我们要以神为我们最亲密的 那个关系 超出一切 我们要以神为我们的家 天天相处 这是我们除去恐惧的第一步 那所以在第九第十节的时候 摩西他就这样说 他说因为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 你以至高者为居所 祸患必不临到你 灾害也不挨进你的帐篷 那这里我们说避难所 我们说居所 我们说帐篷 都在说什么 说居住啊 说居住 说你要跟他一起过日子 你要跟他一起 一个锅里搅出息筹 是吧 那我们要如何与神过日子啊 如何与神一起相处呢 在这边有两段的圣经 我觉得特别的宝贵 一个是诗篇的第一节的 第一篇的第二节 一个是约书雅记的 第一篇的第八节 这里都有说什么 说一个昼夜思想的问题 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 恐惧是什么 恐惧是因为有祸啊 有祸你才会恐惧嘛 但神告诉我 你要有福 怎么样有福呢 昼夜思想 他的话语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 总要昼夜思想 好使你谨守遵行 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 如此你的道路 就可以亨通 凡事顺利 昼夜思想是什么 常常思想 不是让你晚上不睡觉啊 这样 但是说你常常思想 至少保持每天都有一次 来看神的话语好吗 按次序 按部就班 按部就班 看下去 那如果我们仅仅是一个星期才来一次教会 那个时候才有一个机会 看到圣经的经文 而且为了方便啊 也为了大家不要花时间 现在来饭 我都给你打出来啊 你甚至回家 你不知道诗篇在哪里 怎么去找 约书雅记 新约还是旧约啊 完了 你怎么昼夜思想啊 一定要回去要自己 老一看 如果只是一个星期 如果只是一个星期一次 不足够出去你的恐惧 无论你这个星期来的这一次 你的感觉如何 你的唱诗 你的听道 给你带来多大多大的感动 我告诉你 都不足以抵御 不足以抵御 你接下来 这一星期当中 你要面对的种种问题 那如果我们刚才说 我们思想神的话语 昼夜思想 就是跟神一个锅里 搅开吸筹 那我问你一个星期 吃一顿饭 你怎么有力气去工作啊 是吧 那如果我们说 我们跟神的相处啊 这个住 就是要跟他住家一样 你一个星期才来一次 那个不叫住家 那叫旅游 对吧 那叫旅游 所以神要帮助我们的时候 从我们的思想入手 我们的思想 常常默想神的话语 每天都看 那当你做了这个之后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结果就在这个地方 第三到第七节 诗篇九十 九十一篇 他必就你脱离捕鸟者的罗网 和毁灭人的瘟疫 他必用自己的灵毛遮蔽你 你要投靠在他翅膀底下 他的信誓是大小的盾牌 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 或是白日飞的剑 也不怕黑夜流行的瘟疫 或是五间灭人的灾害 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 万人扑倒在你右边 这灾却不得临近你 各位弟兄姐妹啊 我跟你讲啊 很多人啊 说成为基督徒啊 并不意味着 你就会趋吉避凶 你成为基督徒 你也一样会遇到 人生当中的苦难 这话有没有错 这话没有错 没有错 灾难不会因为说你是基督徒 我就见了你 我就自动绕道走 他不是基督徒 我专门就找他 你是基督徒 我就不往你那边去 不会的 但是也不意味着 在灾难的当中 基督徒就应该束手 就勤 像一个软柿子一样 任由灾难去拿捏你 这个我是不同意的 你说基督徒 当了基督徒你会不会生病 你当然也会生病 当基督徒会不会跟你老公吵架 也会吵架 也会遇到人生不幸 当了基督徒你会失业吗 会啊 都会的 当基督徒前一阵 连续18天下雨 你家房顶会漏水吗 会啊 但是 不等于在灾难的当中 我们就束手就擒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我们毕竟跟非基督徒不一样 我们有神这么大的资源 这么爱我们的天赋 在我们的后面 他给我们这么宝贵的话语 给我们祷告的权柄 给我们全备的军装 为什么不拿起来用 为什么在生病的时候 不拿起来祷告求医治呢 为什么在漏雨的时候 我们不可以祷告说 求主让这个雨云快快的散去呢 为什么在找人来修房顶的时候 我们不祷告说 主啊 请你给我们安排一个 诚实可靠的装修工呢 为什么不可以 不等于在灾难当中 你就像个软柿子一样 就任由拿捏 哎呀 完了完了 我没办法了 我病了 那我就只能去吃药 化疗 电疗了 为什么不祷告呢 神给我们有这些话语 对吧 所以与其每日被动的你痛苦 害怕 焦虑 改变我们的想法 用神的话语 把我们的黑暗点亮起来 安慰起来 鼓励我们 而且天天我们宣告 我们奉主的名宣告 神必定要保护我们 你太太要出去送孩子上学 你因为网上开会 你出不去 你担心他出去 可能会被病毒染到 奉主的名为我的太太宣告 男人要举起圣洁的手 做什么 祷告 最近刚刚这一两天 国内一个非常劲爆的一个新闻 就是唐山打人事件 对吧 男人啊 举起手 不是打人啊 男人举起圣洁的手 是要什么 随处多方 靠着圣灵而祷告 为你的太太祷告 为你的孩子祷告 是吧 太太也是一样 你先生 开着汽车出去上班了 甚至还有怎么样 坐飞机要飞到别的地方去上班 奉主的名 为我的先生宣告 他必得神的保护 他必不怕黑夜流行的瘟疫 他必不怕五间灭人的灾害 虽有千人扑倒在我丈夫旁边 万人扑倒在他的右边 这灾却不得临近我的丈夫 拿起我们 神给我们的宝贵话语 要做这样的宣告 这是神已经给我们的东西 要拿起来用 那你说 那我宣告了是不是就真的那么灵验呢 毫发无伤啊 那如果我每日我都宣告神的话 我都为他祷告了来 他还是中招了 你看我早上为他祷告 他中午 那个下午三点钟放学回来 那个鼻涕连连了 就已经在咳嗽了 嗓子就已经痛了 那么已经病了 那怎么办啊 我告诉你 每日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的力量的全员 哪怕你已经中招了 因为神已经给你的灵魂里面喂养了那么多的养分 你即便是中招了 你生病了 即便你为孩子祷告 孩子也病了 你为丈夫祷告 丈夫也给你病着回来了 我告诉你 因为你天天都有神的话语喂养着你 你就一定会有生命的力量和平稳来面对这个疾病 你一定会有 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些呢 你不但当你看到孩子生病 老公生病 你不但会心里特别的烦乱难过 你这时候可能还会怀疑神 这就是中了魔鬼的寂寞 魔鬼就是要你怀疑神的信誓 魔鬼就是要你怀疑神的慈爱 巴不得找各种的机会叫你去怀疑神 所以我们能够在危难当中 在风浪当中靠主的话语 站立的稳浪 这已经是一个极大美好的见证了 其实在家里有很多问题的时候 我们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什么 就是一颗平稳冷静的心 这颗平稳冷静的心来自哪里 来自神的话语 改变我们的思想 让我们知道在神那里有出路 有依靠 那第二样是什么呢 从我们的情绪入手 恐惧是一种情绪 是一种情绪 和恐惧这个情绪相关的 也有焦虑 有anxiety 有压力 甚至有愤怒 恐惧可以带来愤怒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有一个电视连续剧 还是一个电影 我现在也不是太记得了 就是这个女儿呢 她这个农村 还有其他的那个脚踏车 那个自行车出去 结果那天呢 她不知道去干什么 就特别特别的晚回家 她的妈妈就站在这个田梗 这个地方 就看这个大路 哎呀就等等的 好心交 好害怕 不知道这个女儿出了什么问题 当这个女儿终于回来了 骑着这个脚踏车 到了妈妈的面前了 你知道这个妈妈 第一件事情是做什么吗 那这是亚洲父母 常常会做的事情 我不会啊 但很多不信主的 亚洲妈妈们都会做 第一件事情是 给她一嘴巴 你那么甘心孩子的安全 你那么期盼她要回来 可是你见了她 第一件事情是 表达愤怒 为什么 恐惧会带来愤怒 恐惧不是单单 只是恐惧fear 好 恐惧其实背后纠缠了 一连串像葡萄一样 纠缠很多 有压力 有焦虑 有愤怒 只是平时 你没有往这个方面去想 但是其实 像我第一次讲 直面恐惧的时候 我就有说过 很多很多事情的背后 都有两种情绪的主导 一种是爱 一种就是恐惧 只是平时 我们没有往这个方面想 你比方说孩子补习 孩子补习的这件事情 只是为了她的学业 可是我告诉你 这件的背后 也藏着有恐惧 有藏着恐惧 你可能不觉得啊 好 那我就来跟你 假设一下 一个场景练习 我说你今天回去 把孩子的补习 给我通通停掉 停 不准补习 啊 可以吗 哎不行啊 不行啊 不能停 然后我就问你说 为什么不行 你怕什么 你明白吗 当你觉得 把这个东西拿掉不行 你就要问问自己 哎为什么不行 我是怕什么 与其说是为了孩子的学业 其实背后啊 有隐藏家长的焦虑 家长其实比孩子还难过 你知道吗 家长背后也有焦虑 有压力 有恐惧 有时候孩子自己也会有恐惧 也会有害怕 万一 万一我考不进 怎么办 万一我的分数不够 这个志愿 怎么办 孩子背后也有恐惧 啊 我像我们英文堂的老伯伯 Uncle John 好像他以前是Castle Hill High School的校长 是吧 老师 英文老师 对 那他就跟我讲 他说呢 他二十年前有一个学生 在考高考HSC的第一天的早上 跳崖自杀 jump off the cliff 从山崖跳下去自杀 这是他自己亲身经历 为什么 孩子说他怕自己达不到父母的期望 那这是一个悲剧 这是用了一个极端的 而且是一个不正确的方法 来表达恐惧这个情绪 来处理这个情绪 所以我们这种表达情绪的方式 是不可以的啊 那有的人会怎么样 会通过暴饮暴食 来表达情绪 用不吃不喝 表达情绪 用花钱 用生气表达情绪 像刚才我不是说过和愤怒相关 所以有的时候你去看一下啊 也许你太太不是他脾气不好 也许他背后有许多的恐惧 也许你的先生也不是脾气太大 而是他的背后有许多的恐惧 那么怎么办呢 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 安全 也行之有效的管理情绪 管理我们恐惧情绪的方法呢 就是说话 就是说话 和谁说呢 可以和朋友说 如果你有合适的朋友 去倾诉的话呢 可以约他一起出来说 如果没有呢 和自己说 怎么和自己说 可以写日记啊 传统的方法都是 一支笔啊 一张纸 但是你会觉得说 哎呦多不好意思 万一给人家看见 保密问题怎么办呢 我跟你讲啊 这些事情在我们现代 这么发达的 这个通讯科技 这么发达的世界当中 早有人替你想过了这个问题 所以现在呢 有一些网站啊 它是专门呢 是给大家可以去写日记的 而且它是用加密的方法 而且呢 有很多是不收钱的 你觉得说 啊我登记做个会员啊 还要给一笔钱啊 其实不需要啊 那它有两个版本啊 初级版本就是光写就好了啊 那个都不用钱的 加密的 有很多这种叫做 my journal啊 像这种东西都可以有 那如果你想这个给钱 那么给钱的呢 它就可以给你有很多的 什么图画啦 表情啦 你可以这个 把自己的这个日记 装潢的很漂亮 我想如果你只是表达恐惧 你又不是写什么暗恋的情书啊 不需要画那么多花吧 不需要搞那么多表情吧 是吧 你就表达恐惧嘛 低级版免费的那个版就可以了啊 当然 如果你要是不想找这些网站 你说哎呀 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找啊 这样子 很简单的一个方法 给自己发电邮啊 对吧 给自己写一个email 每天晚上一篇 晚安电邮 亲爱的安娜 又过了一个非常繁忙的一天 在今天怎么怎么样 给自己写个电邮啊 你会发现 我给自己写过 我真的给自己写过 我给自己写完之后呢 我会发现什么呢 当我处在另外一个人角度 来看今天发生的事情 我的话语少了很多的批断 批评论断 而是多了很多的安慰和鼓励 到了最后有很多的感恩和送赞 各位弟兄姐妹 这是什么呀 这就是诗篇呢 如果你去看我们圣经当中的诗篇 诗人往往在诗篇最开头都是在表达恐惧 可是到了后面都是在感恩 在送赞助 这都是人干过的事情 所以你可以尝试一下 反正电邮嘛 账户就你一个人知道 密码也就你一个人知道 所以你可以给自己 最简单了 发发电邮 你的情绪 你的话语 需要有一个出口 这个可以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出口 如果你说我都不知道怎么注册电邮 我家也没有电脑 我不知道给自己怎么发电邮 邪嘛 又怕别人看见 你说的那些电子的东西 我都没有 我跟你的宠物说呀 我家没猫没狗 跟你的一盆花说行不行啊 像他也可以说 跟你能跟花 那么没有花 我家也不养花 哎呀 我们澳洲的大自然这么漂亮 你自己出去走路的时候 你见到哪一棵树 见到哪一棵树 跟他说就行 只要这棵树没有跟你说回来就好 是吧 那当然也许你说 哎呀 跟朋友说也怕人家笑话 写日记怕麻烦 跟树 跟树 花啊 说 又又你 张不顺说 不要让树跟你对话就行啊 那我又怕他对话 怎么办 和上帝祷告 各位弟兄姐妹 在神的面前 清心吐一 这是做神儿女的特权 这就是诗篇九十一篇提醒我们的事情 你看看 九十一篇的第二节 我要向耶和华说 我的避难所 我的山寨 我的神 你是我所依靠的 可以跟神说 跟神清心吐一 然后呢 神怎么回答你啊 十四到十五节 因为他专心爱我 我要搭救他 因为他认识我的名 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 哇 最近那个淹水啊 淹到我们这个 Newsauce Wild 好多地方 真是爬到屋顶还不够高 神说 你求告我 我把你安置在高处 他若求告我 我就应允他 他在极难中 我与他同 在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这个恐惧的情绪 你要找到安全 和正确的方法 去表达 第三样 怎么办 伙伴 在如何除去恐惧 我们需要伙伴 需要伙伴 人不能孤军作战 孤军作战 是非常容易呢 被仇敌所胜过的 神造我们 是一个群体的动物 在群体里面 我们才能够是吧 实践 彼此相爱 这个community里面 是很重要 神如果你看 立位记 立位记里面 讲很多的圣洁 洗澡要怎么样 穿衣服怎么样 吃饭要怎么样 他所有这些 必须是在一个群体当中 在社团 community当中 这个是一个 在圣经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我们是群体一起群聚 在两三个人 奉主名的聚会当中 神说 我就在他们的中间 所以我们需要有伙伴 有伙伴 传道书这里面 也是说 他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 他们劳碌 同得美好的报场 若是跌倒 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 倘若孤身跌倒 没有别人扶起他来 这人就有祸了 再者 二人同睡 就都暖和 一人独睡 怎能暖和呢 若欲敌攻击 孤身难挡 二人就能抵挡他 三股合成的绳子 不易折断 三股合成的绳子 不易折断 这三股合成的绳子 什么 要有神的介入 疫情呢 是造成空间上的隔离 封城 造成我们距离上的拉远 关系上也会疏离 甚至呢 疫情呢 也会造成有断裂 当你没有了伙伴 人就容易在思想和情绪上 走牛角尖 上一次有一位弟兄 我说 哇 好久没回来教会啊 回来崇拜的感觉啊 太不一样了 真的是太不一样 你听这个CD唱蝶 和去亲自参加演唱会啊 那感觉就是不一样嘛 是吧 那我们最近也看到很多弟兄姐妹 陆陆续续也都回来了啊 好久没见到大家 真的见到呢 真的非常的开心 我们的网络崇拜呢 现在还是在进行当中 会不会关闭呢 我们的网络崇拜 会不会关闭呢 说不定啊 说不定啊 口罩令都解除了 网络直播 也可能会关闭 可是我希望呢 尽量保留 因为真的很希望照顾到生病 和路途遥远的弟兄姐妹 还有些外出旅游的弟兄姐妹 但其余的人呢 你又不生病 你又不是开车来过不来 你又不是出到海外 很简单 你怎么办 你疫情前是怎么样 你疫情之后就是怎么样 你什么时候在疫情前也是这样 你疫情后 你的教会生活也是如此 那你就可以跟自己说 我真的在心灵上 克服这个恐惧了 如果你还没有的话 那你要思想一下是为什么 那原本敬拜神呢 是要放第一位的 可是我告诉你 魔鬼啊 他就是想利用这个疫情啊 还有利用我们提供的方便 让我们把这个崇拜啊 放在最后一位 这就是他的计谋啊 所以这是不行的 那当然呢 恢复这个状态呢 也需要一些时间 我就不说啊 把这个崇拜主啊 放在第一位 我不说这个 我只要求大家 把去教会和去上班上学 外出购物吃饭旅游 你跟他放同等的位置就好 你如果可以不加思索的 外出去做别的 我希望你也可以不加思索的 礼拜天 那么就是要回教会 以前也是这样嘛 有什么好吃亏的 现在大家会说 哎呦 会不会这个 来到这里多此一举啊 反正家里也那么方便啊 不吃亏 一点不吃亏 原先是怎样 现在就是怎样 你既然能外出做别的 就能够外出来崇拜 这就是你直面恐惧的第一步 解封已经半年了 是吧 当时刚一解封的时候 怎么样 出现了报复式的消费 是吧 我希望啊 我们来一个 报复式的回教会重办 我不是说笑啊 我真的在这个现在 我不是刚刚说 我们现在是一个喘息的时刻吗 我们虽然现在有自由的日子 其实我真的是还是有点担心的啊 会不会接下来过些日子啊 冬天来了 病毒又有更猖狂的变异了 或者是怎么样了 我不知道啊 我不是在说预言 但是我就会有点担心说 如果我们不趁着现在 回来教会 不趁着现在 没有这个travel的 没有这个开车的距离的限制 回来呢 也没有这个 人与人之间 几平方米的社交限制 也没有口罩的限制 也没有唱诗的限制 你知道我们 以前这里不准唱诗 对不对 多痛苦啊 歌词打在上面 我们就在心里面唱 全教会一片肃静 不知道的人呢 还以为是开追导会呢 是吧 知道的人是你在崇拜 不知道的人 以为你是开追导会呢 哎呀 能够从那一天过渡到现在 直接我们能站上来 台上来唱歌 还有我们的起应经文 不准 在家可以念 来教会不准念 哎呀 都是静默一片啊 这样子 趁着现在都没有这些限制了 如果现在我们不回来教会 万一这些禁令又回来 那你想回来教会也回不了了呀 是吧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奉劝大家 你需要伙伴 你需要回来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这个基督徒的生活 不是一个人关上门去过的日子 我们是需要在群体当中 有互动一起去关 是吧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啊 疫情呢 是和人的犯罪有关 因此呢 我们需要这个疫情除掉呢 这个认罪啊 就是要从我们开始 那也许你没有犯大奸大恶的罪 但是我们可以审视一下 在这些日子当中 我们自己有没有被恐惧所胜 或者是我们有没有有懒散 我们有没有就是有点 自己也有点放肆 放纵 放任 我们都要思考一下 求主帮助我们啊 我们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 认罪悔改 这个时候啊 主才能够为我们止息瘟疫 我们出去恐惧的心呢 从思想情绪和伙伴来入手啊 他其实说白了 这三样啊 说什么思想情绪伙伴 其实说白了 就是读经祷告聚会 对吧 讲了半天就是读经祷告聚会 其实呢 我们生命的得救啊 没有什么新名词 就是古老的福音 生命的基本功也没有新奇的花招 只有经得起千锤百炼的真理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 我们每天扎扎实实的操练我们的灵命 靠主直面恐惧 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慈爱的圣天父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感谢赞美你 你借着你的宝贵话语 诗篇91篇再次提醒我们 我们如何可以藏身在你的怀中 主啊 我们恳求你赦免我们 真是这个世界全地啊 得罪你 在疫情之前 全世界的经济是如此的繁荣 我们常常在这个繁华的当中 迷失了自己 觉得有钱就是一切 而且好日子会不断的 这样子的继续延伸 然而你用一次的疫情 警醒我们 让我们看到 其实好多东西是可以一夜之间就发生改变 经济可以锻炼 生命可以停止呼吸 健康可以突然一夜之间被剥夺 今天站在这个喘息的时刻 我们还要装备自己 要继续来面对未来末世 种种的风浪和挑战 恩主啊 我这个时候特别为到我们在座的 每一位弟兄姐妹 无论是在这里的 是在家中的弟兄姐妹 都为他们来祷告 祝我恳求你 帮助我们在一切的不安 混乱破碎和恐惧当中 让我们回归古老的福音 让我们回归千锤百炼的这些纯正真理 要帮助我们 每天我们的生命成长 不搞花样 不走捷径 不贪方便 就是扎扎实实在你面前来操练 求主带领帮助我们 安慰我们 引领我们前面的道路 使我们的生命活得不再一样 不是为自己而活 而是为主名的荣耀而活 我们诚心在主面前的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 阿们